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李永樂老師 我們今天繼續來討論流浪地球的話題 許多小朋友在流浪地球中發現了一些bug 比如說點燃木星之後 這個衝擊波會不會把地球大氣衝走呢 再比如說劉培強燒壞了Moss的攝像頭 那麼Moss就徹底死了嘛 不過整個片子中最大的一個bug還是在於它片子的基礎 是因為地球接近木星的時候超過了洛西極限就會被撕碎 但是呢 片子中給出的洛西極限數值其實是錯誤的 那我們今天就來介紹一下洛西極限是什麽 以及這個片子最大的bug 洛西極限為什麽給錯了 我們為了解釋洛西極限這個事兒 首先還是需要跟大家來討論一下潮溪力 也叫引潮力 這個實際上也是地球上形成潮水的原因 理解潮溪力 首先我們再來回憶一下慣性力 什麽是慣性力呢 慣性力是一種虛擬力 它是在變速參考系中 變速參考系中 也就是並非匀速直線或靜止的參考系中 這個物體它所受到的一個虛擬力 物體受到的一個虛擬力 什麽意思 就是說牛頓定律只能在靜止或匀速運動的參考系下才能成立 如果你是變速參考系 你還非要去用牛頓定律的話 就需要添加一個慣性力 這個慣性力實際上是不存在的 但是感受上它是存在的 舉個例子 比如說咱們都經歷過這樣的事兒 說有一個人站在一個汽車之中 這個汽車正在匀速地往前行駛 匀速行駛的時候 其實人沒有什麽感覺 它跟站在地面上是一樣的 結果前面有一個牆 這個車光機一下子撞牆了 或者是急刹車之類的 這個時候車就停了 車停的時候人會怎麽樣 人會突然之間往前飛出去 對不對 那這個事兒是為什麽呢 如果我們從地面參考系下來看 在地面參考系下來看 這個問題是很合理的 因為車停止了 但是人呢 憑藉慣性人停不下來 人還要匀速直線往前走 所以自然而然人就往前飛了 對吧 很正常 但是如果我們在車廂參考系去看這個問題呢 首先必須指出車廂不是一個慣應參考系 它在往前運動時突然停止了 它實際上是有一個向後的加速度的 它實際上有個向後的加速度 這個時候車廂參考系不是慣應參考系了 人為什麽會往前飛呢 因為人受到了一個往前的虛擬力 這個虛擬力我們就稱它為慣性力 我們說這個慣性力是不存在的 只是如果你非要取車廂為參考系人的問題的話 你就需要添加這個慣性力 所以人就會受到一個慣性力 這個慣性力f是向前的 所以人就飛出去了 這是我們用車廂參考系來看 慣性力的大小有多大 慣性力的大小f等於m×a m是這個物體的質量 而a是系統的加速度 就是系統的加速度是a 那所有的人受到的慣性力 都是它自身的質量乘以系統加速度 還有一個就是方向 方向是與系統的加速度a反向 比如說這個車廂往前走突然停了 加速度是向後的 那麽人受到的慣性力就向前 如果這個車廂突然加速 那人受到慣性力就向後 所以你想像一下你在車廂裏邊突然騎車加速了 你是不是往後仰一下 對吧 那這個也是由於慣性力的作用 總而言之 慣性力是一種數學處理方法 就是當我們在一個非匀速靜止的參考系中間研究問題的時候 我們需要對物體添加慣性力 這樣它才能符合牛頓定律 好了 說完了慣性力之後 我們就可以講第二個問題了 就是引潮力或者叫潮汐力 這個問題以前我們在講 為什麽月球總是一面朝著地球的時候曾經講過 只不過那個時候我們是以元素圓周運動的模型來處理的 這壹回我們要告訴大家 其實並不一定非要元素圓周運動 我們就以這個流浪地球裏面這個模型來看 木星在這個位置呆著 質量非常大 然後地球靠近了木星 因為它要利用這個木星的引力彈弓效應 對吧 這個時候因為地球受到的木星引力 所以它就會有個加速度 加速度向哪兒 它受力指向木星 所以它的這個加速度也是指向木星的 這就是地球加速度了 然後在地球的表面上站著兩個人 站著兩個人 這個人叫A 這個人叫B 它站在地球的不同的兩側 咱們來研究一下 這個A和B是怎麽受力的 首先這個A它受到什麽力 它要受到一個指向木星的萬有引力 這是木星給的 木萬 對吧 這是第一個引力 第二個就是在地球參考系看來 這個地球參考系不是慣性系 所以這個人會受到一個慣性力 剛才我們講過這個慣性力是與系統加速度反向的 地球往左加速 所以人受到的慣性力是向右的 對吧 這是慣性力 慣性力 除此之外還有什麽力呢 你不要忘了人站在地球上 還受到一個地球的引力 地球的引力 對吧 好了 這是人受到的三個力 同樣道理 這個B人也是一樣 咱們再看這個B人 B人首先受到一個木星的萬有引力 F 木星的引力 其次受到一個地球的引力 地球引力指向地心 對吧 所以對於B來講 它是往左指的 這是地球的引力 同時人在地球上呆著 受到慣性力 這個慣性力向哪 向右 對吧 向右 這是F 慣 好 這就是A和B的受力情況了 然後我們來討論一下這幾個力的情況 具體情況 我們首先來看木星的萬有引力 木星的萬有引力 它是與人和木星之間的距離有關系的 大家看一下A這個人 它是不是距離木星要近一些 因為它差了個地球 扮地球直徑 B這個人 這個離木星要遠一些 對不對 木星的萬有引力 特點是 首先指向木星 其次近大遠小 近大遠小 這是第一個 咱們再來看慣性力 我們知道慣性力大小是質量再乘以系統的加速度 你這個人假如說質量是完全一樣的 系統加速度各處也都一樣 因為都是地球的加速度 所以慣性力應該是怎麼樣 背離木星 背離木星 方向是向右的 而且各處等大 咱們指的是同一個人來講 各處是等大的 地球的萬有引力比較簡單 地球的萬有引力是指向地心的 我們首先先考慮前面這兩個力 這個慣性力各處是等大的 而且是背離木星的 而木星的引力是指向木星的 近大遠小 所以它們兩個方向永遠都是反 而且因為近大遠小 所以說在A這個點 木星的萬有引力其實比慣性力要大 其實比慣性力要大 也就說A這個點 木星的萬有引力和慣性力的合力是指向木星的 A處 在A處的時候 木星的引力是大於人所受到的慣性力的 所以如果我們不考慮地球引力的話 這個人會飛起來 為什麼這個人沒有飛呢 就是因為地球還有引力把它拽回來了 同樣道理 那B處呢 B處木星的萬有引力比較小 慣性力還是那麼大 所以木星的引力就小於慣性力了 這樣一來這個B這個人他也有一個升空的趨勢 他之所以沒有升空 是因為還有地球引力造成的 於是我們把這兩個力合起來 就叫引潮力或者叫潮溪力 就叫引潮力 引潮力的特點通光才的討論我們已經知道了 那就是在朝向木星的這一邊引潮力是指向木星的 在背離木星這一邊引潮力是背離木星的 換句話說引潮力有把這個人撕向空中的趨勢 這個人之所以沒有升到空中 那是因為啥 那是因為還有地球的引力 人雖然沒有升到空中 但是地面上有水嘛 所以會形成什麼 形成所謂的潮溪現象 這塊會凸起 背面也會凸起 對吧 兩邊都會凸起 而這個側面就會落潮 這兩邊是漲潮 但是咱們可以想像 假如地球離木星太近了 近到什麼程度呢 近到這個引潮力跟地球的引力一樣大了 那這個引潮力就會怎麼樣 就會把人撕向空中 對吧 不光人飛向空中 那什麼地面上大樹 石頭 就都會飛向空中了 於是有一個法國人洛西 就討論了這個問題 提出了洛西極限的概念 我們下面就來討論這個洛西極限 洛西極限 因為它是法國人洛西最早提出的 所以就叫洛西極限 什麼是洛西極限呢 剛才我們說過引潮力有可能會把這個物體撕向太空 除非它能夠對抗地球引力 所以所謂引潮力就指的是 一個小天體的大天體外圍的時候 小天體它受到的引潮力 或者叫潮汐力 正好能夠等於它自身的引力 這個位置就叫洛西極限 舉個例子來說 我們就以木星和地球為例 假如木星在這個位置 然後地球在木星的旁邊 那麼就會有那麼一個極限位置 這個極限位置在這兒 它的引潮力 引潮力正好就等於地面上物體所受到地球的引力 那麼這個距離就叫洛西極限 就這個距離 就叫洛西極限 那麼如果這個地球是位於洛西極限裏面會有什麼結果呢 當它處於洛西極限裏面的時候就會出現什麼呢 就會出現引潮力或者說潮汐力 它大於地球自身的萬有引力 於是這個引潮力就會把這個人 大樹什麼的拋向太空 那如果你要是在洛西極限的外面會有什麼結果呢 在洛西極限外面的時候 它這個引潮力就沒那麼大 這個引潮力它小於地球的引力 於是人大樹就還在地球上呆著 就沒事 就這麼一個意思 那麼在實際的生活當中 引潮力有哪些體現呢 我們舉兩個實例 這兩個實例 第一個實例 第一個實例就是土星光環 我們知道太陽系的幾個行星裏面有的是有光環的 土星 木星 天王星 海王星 但是土星的光環是最漂亮的 最明顯的 土星光環如何形成呢 人們經過研究發現說土星光環很有可能就是有一個彗星 在經過土星附近的時候進入了洛西極限 然後會怎麼樣 然後被引潮力撕碎了 撕碎了 撕碎了之後 這些個小塊就成為它的一個光環了 土星光環就這麼樣一個形成的 還有一個叫蘇梅克列維彗星 蘇梅克列維9號 可能很多小朋友對這個名字不太瞭解 但是像我一樣的老年人就都知道這個事 94年的時候曾經有一次繪幕大相撞 那個彗星就叫蘇梅克列維9號 其實在92年的時候蘇梅克列維9號 就已經進入了木星的這個洛西極限裏面 所以它就被撕碎了 94年的時候這些碎片又都光極撞到木星上了 所以這個原因也是洛西極限的問題 好吧 那麼我們現在回到這部電影 我為什麼說這個電影裏面它是個bug呢 就是因為洛西極限它給錯了 這也使得它這個電影裏面很多情節展開都是有問題的 咱們來看一下 首先洛西極限的公式是什麼 如果是一個鋼體 所謂鋼體是指這個小天體 就是比如地球 它是一個鋼體 而不是氣體的 這鋼體的一個星球 洛西極限是這麼算的 它等於1.26倍的三次根號下ρm比上ρm再乘以r 咱們簡單的解釋一下這個公式是什麼意思 這個ρm就是中心天體的密度 中心天體的密度 比如說我們以這個地球和木星為例 那就是木星的密度 ρm是小行星或者小天體的密度 小天體的密度 比如在這個例子中就是地球 那rm就是中心天體的半徑 中心的半徑 比如說木星的半徑 這個公式是怎麼推導出來的 咱們做一個番外篇 單獨給大家做介紹 這裡我們先把這公式寫到這兒來 那麽如果說這個星球離著木星的距離小於這個值了 那麽它就會被撕碎 如果大於這個值它就不會被撕碎 還有一種就是流體 什麽叫流體呢 就是接近木星的這個彗星它不一定像地球一樣結實 它很有可能是個氣體的 或者是什麽可以流動的一些物質組成的 那這樣一來的話 它就更容易被這個引潮力拉長 它也就更容易被撕碎 所以對於流體來講 這個洛西極限就稍微大一些 你更快的就會被撕碎 這個流體它的公式是這樣算的 叫2.44倍三次根號下ρm比上ρm再乘rm 這公式長得差不多 前面差了一個係數 好吧 現在我們會發現 不管是哪一種情況 是流體也好 是鋼體也好 它的這個洛西極限其實都跟兩個星球的密度 以及大天體的半徑有關 不同的星球它們的洛西極限是不一樣的 你比如說吧 地球和它木星之間有個洛西極限 對吧 然後地球和月球之間也有一個洛西極限 然後那個太陽和木星之間還有一個 它不同的星球它是不一樣的 我們把木星的數據帶進去 木星它的密度是1.33克每立方厘米 那這個數據其實是比較小 因為這木星是一個氣體行星 它裏邊都是氫氣 還有就是地球 地球就密度比較大了 5.51克每立方厘米 我們再把木星的半徑帶進去 木星的半徑是7.15萬公里 好 我們把這些數據通通帶進去 來算一算 木星和地球之間洛西極限 如果地球是鋼體的話 地球當然也不能算是個鋼體 但是假如地球是鋼體的話 它的洛西極限是多少呢 是5.6萬公里 大家看一下這個數據 這個洛西極限是5.6萬公里 它比木星的半徑7.15萬還要小 這說明了什麼 這說明地球和木星之間的鋼體洛西極限 是在木星的半徑裏邊 也就是說假如這個是木星的話 鋼體要想被撕碎 它必須鑽到木星裏邊去 換句話說 鋼體是不會被撕碎的 有人說那不對 所以你剛才不是剛說完 蘇梅克列維9號被撕碎了嗎 那是因為它不一定是個鋼體 對吧 好 咱們再看 如果是個流體的話 它的洛西極限代入去算 算完了之後是10.9萬公里 那這個數據確實是比木星的半徑要大一些 於是也就是大概在這個範圍 那麼一個星球如果是流體的話 它進入第一個流體木系極限之後它就會散掉 那麼地球實際上是介於鋼體和流體之間的 所以它進去之後會散掉 然後不會進入鋼體洛西極限 所以它不一定會完全散掉 有人說 你不是說這是個硬bug嗎 那它很有可能就是進到了第一個洛西極限 然後就散掉了 但事實上它不是 因爲什麽呢 就是我們仔細去看電影 在這個地方 其實Moss它是給出了一個數據的 它是這麽畫的 這是木星 這是木星 然後它畫了兩個洛西極限 這一圈 這一圈 然後它還標明了說這一圈就叫鋼體洛西極限 是89萬公里 大家看跟我算的這個數據差很多 我算的是5.6萬 它說89萬 對吧 那麽這個就是流體的洛西極限 它是171萬公里 大家看差的非常非常多 然後它又說地球進入到第一個洛西極限 再進入第二個洛西極限就會散掉 那它這個問題到底出現在哪呢 我經過仔細的研究終於發現了問題在哪了 就是在做後期處理的時候 導演們沒有仔細去查看這個洛西極限的這些含義 結果造成他們去網上查了一下洛西極限 一查太陽和木星之間的洛西極限是89萬公里和171萬公里 但那是木星進入太陽引力範圍之後被太陽撕碎的洛西極限 不是地球進入木星引力範圍之後被木星撕裂的洛西極限 大家聽明白了嗎 如果地球進入木星被撕碎的話是我算的這個 流體會被撕碎是7.1萬公里 如果鋼體的話壓根就不會被撕碎 對吧 就出現這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在這裡它確實是一個硬BUG 那麼如果按照我們正常的計算來講 其實地球經過木星的時候是不會被撕碎的 對吧 所以後面情節也就無法展開了 這個MOS看來這個人工智能也還不是很厲害 不過儘管有這樣的一個BUG也並不妨礙 這部電影是一個非常精彩的電影 因為它至少引發了我們的討論 並且讓大家很多人都明白了什麼是洛西極限 關於洛西極限的具體計算以及其他的流浪地球問題 我們會在下回再給大家做介紹 大家如果喜歡我的視頻 可以在西瓜視頻和YouTube帳號李永樂老師裡關注我